如果被判刑的话 我会辞去我的职位 如果我的先生被判刑的话 我会跟他离婚 替自己跟先生第N次挂保证 但门槛不一样了 徐晓信之前这样说 如果我有涉案 我绝对会辞职负责 如果我的先生有涉入的话 我愿意离婚 从涉入就辞职离婚 变成被判刑才辞职离婚 徐晓信的说法又变了 要走向司法程序的时候 他会越来越严谨 讲话当然就会越来越保守 其实晓信的特色 就是说他没有标准 他的标准就是他的人设 一直在改变 晓信标准被质疑弹性十足 对于周刊报道 徐晓信选前猛攻赖清德 跟新潮流的素材 是林玉伦选前 通过好友刘燕里转交给他 徐晓信说绝不认识林玉伦 从头到尾不认识林玉伦这个人 我们在爆料的时候 不会去问来源姓名是谁 我只需要查核他是否为真 我没有接获过任何来自林玉伦 给我的任何选战资料 但是我也没有办法排除 徐晓信无法排除的说法 留下伏笔 网红四叉猫则在脸书爆料 林玉伦当初把资料给 徐晓信老公刘燕里 因为档案太大 刘燕里还提供了email 四叉猫提示 徐晓信跟刘燕里夫妻 如果忘记了 可以从去年五月初的email 收件记录开始翻起 就是后面是数字 数字是你老公生日的 那一组信箱 你就可以找到那封档案 偶尔会收到一些爆料 那我第一个就是问消息来源 然后时间地点 这是最基本的查证 然后他竟然可以不问来源 嗯 好啦 尊重他的说法好不好 从选举攻击 到亲友设诈 都冒出诚信问题 徐晓信咬死不认识林玉伦 刘燕里则表示不回应 尊重教育信接下来就得到